云林北港朝天宫庆祝妈祖诞辰 所举办的一格绕镜与竞赛活动热闹展开 36部一格车鱼贯绕行北港老街 这些一格队伍由真人打扮成历史人物 或民间传奇故事的主角 搭乘一格车 沿途丢洒平安堂 分享围观的民众 一格比赛要靠酷炫的造型和花俏的装扮 争取好成绩 而人物脸谱更是决胜的关键 吉祥图案是脸谱彩绘共通的元素 挪扎脸上一定要有火焰图案 青蛇与白蛇的脸部彩绘 重点是鳞片 霸王别姬里的项羽 眉羽之间用瘦字勾勒线条 眼睛部位还要加重线条与色彩 彰显项羽的霸气 八家将在台湾是齐安镇下的威武阵头 家将脸谱有一定的图案 但是会根据人物脸型的不同 采用不同的线条布局与色彩铺陈 脸谱彩绘师傅 台湾称为面师 彩绘脸谱称为开脸 家将团出阵前一定要请面师开脸 七爷谢将军脸谱是白底蝙蝠面 也就是在脸上打白底 用黑笔在两眼勾勒出大块蝙蝠形状 并在额头中间画一个红色的中字 壮似三叉戟 也表示谢将军是正宗大将之意 八家将会有固定的图案 柳将军他就是子母双碑燕 甘将军他就是阴阳脸 虽然他的脸谱看起来很凶恶 但是他每一个组合的元素都是吉祥图案 传统脸谱彩绘 为台湾庙会的民族节庆增添了色彩 也展现了民间传统艺术之美